委员们表示 自我国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 每当出现聚集性疫情 我们都能根据实际情况 果断处置 迅速控制疫情 较好的统筹了疫情防控 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 之间的关系 保持了经济持续的增长 而座位有着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 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 后果难以想象 委员们认为 疫情防控成果证明 我国的防疫政策 是符合中国国情 符合科学规律 我们的防疫措施 相对成本低 成效好 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也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下一步 我们要密切关注 研判 国内外形势 疫情形势的发展 加强科学防控 精准实测 努力以更高的水平 更小的社会成本 来控制住疫情 保障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 稳定的发展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